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看到吕阳给你们发的 其实他发的也很简单 标题有告诉你这是第一个案例 然后有称呼 各位同学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看第二个 雅琪的 您好 我姑且认为你问好了吧 但是你是可以加各位称呼 吕律师也好 各位律师也好 都可以的 第二次提交 提交的什么内容啊 句号呢 标点都没有 梁威 当上级律师给你称呼的情况下 那你为什么没给他一个称呼呢 我只拿一个邮件出来去说你们的工作习惯 文件正文 正文有我们正文的规范 英文用什么样的字体 中文用什么样的字体 用什么样的字号 什么样的断句 什么样的字兼句 都是有要求的 从现在开始我不希望大家用回车键来换行 不希望用空格来做首行缩近 全部改掉 我需要的这个哪怕是word都是干干净净的 不会在word里面出现一个回车键的标志 来进行断行 断行你可以用行间句来调啊 断权断后句来调啊 空格你可用首行缩近来做呀 你的文件要非常的干净和漂亮 所以之前没有注意到的这些细节的职业习惯 全部要改掉 说完文件格式之后呢 我们来说一下大事迹 不是每个案子都需要大事迹的 对于事实比较复杂的案件 我们建议记录一个大事迹 文件比较多的案件 我们建议记录大事迹 它的好处是客户有可能还不断的在更新文件 或者是本身案件十分复杂的时候 我们需要对事实脉络进行一个梳理 那么在这过程中我做一份大事迹 后面无论这个案子 一个案子我们打8年9年的都有 我随时可以捡起来这个案件基本事实 我看几页纸就行了 一个团队多人工作的情况下 第一遍小朋友反馈到我这 我是来不及看阵的 我先扫眼大事迹 我就要跟客户谈了 所以大事迹是做一个最基本的工作的文件 说一下及时留痕 要记住留痕可以保命 我们强调留痕从基础工作层面 可以让你形成一个很好的工作习惯 你发出去的邮件 我们尽量以邮件形式来留痕 无论是你做的法律研究也好 对一个案件的事实整理也好 给客户的法律意见也好 你到时候拎出来这个案件的邮件 一目了然 方便你去回溯 这是从工作层面 还有就是跟客户 或者是跟对方当事人 可能会存在一些职业风险 这边就衔接上了 也是我们团队出现的问题 我们交了一个仲裁的延期申请 仲裁秘书给我们回电话 说你们的延期申请我收到了 我就同意你们延期了 过两天确定了新的开庭日期之后 我再给你们发新的开庭通知 这个电话 那个律师是没有录音的 挂完电话之后 他给客户写了个邮件 今天我们接到仲裁秘书的通知 由以下事项12345 就邮件发出去了 过了两天晚上 因为有的仲裁厅是晚上开的 那天晚上 我已经下班了 再回家路上 突然接到仲裁秘书的电话 说你们怎么还没到啊 仲裁老师们都到了 我说你是哪个案子 他说我是哪个哪个案子 我说这个案子不是延期了吗 他说谁通知你们延期的 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把那封邮件调出来了 我们完整的跟仲裁秘书 念了我们邮件的全文内容 仲裁秘书就说 那可能是我没有记住这个事项 他去跟仲裁 各位仲裁员解释 所以在关键时刻 他不仅仅是说我们方便案件整理 也是可以防止我们出职业风险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新人培训的内容 今天只是一个开始 给大家说的是一个总览 未来转阵之后 会就每一个模块 再单独说 当然 还是希望你们能够顺利转阵 今天我们就这样 谢谢刘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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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实习来的实习剩下 好好会是等待 好的 我知道了 嗯 四位律师好 我的名字叫做王延宇 我来自新疆喀什 我本科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 还没面试 那就还没正式成为谁 一睁眼看到一个黑色的人出现 这是谁啊 你张雅琪吗 怎么换衣服 有点像 看鬼子好 你也没觉得 有点像黑暗版的你 好像在面试 我都不敢看 很聪明啊 不是 这位置还没坐热 那就走了 哦 理解一下 他们的律师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选择了聪明离房 它看起来特别的认真 我觉得 对背影 对 很正式的感觉 很正式 它是断通报 很正式的感觉 很正式的感觉 很正式的感觉